《与施兵清对谈》 今次讲一个财经的题目 因为施生在施观点AM730的文章里 提过很多次他的投资组合 我不勝其乏再讲 例如你会将现金四成左右 不是 不是吗?我记错了? 我已经变了几次 很久之前问我 正常的情况 我是四三二一 四成是地产 三成是股票 两成是债券 一成是黄金 那时一成是相对少 四三二一 地产是我自己最熟悉的 我认为持有地产比持有股票好 因为地产你买哪间房子 你自己选择出租 租什么租金 选择什么租客 听什么条约 走完便可以持有股票 股票呢 你是给那间公司的管理层持有股票 要好它可以不太派息 我见有些公司 整天赚钱都不派息 你会失控的 所以地产 我就属于一方面熟悉 一方面认为最值得买的 因为买了又可以投资又可以用 但你有没有输过钱 其实地产 地产当然输过钱 但基本上 我大部分的财富 就靠地产多过靠股票 亦都很少靠黄金 但你前一段时间 为何会最后有一些金 我一成金的时候 金整天在低位 我都还继续一成 就是因为我看到货币制度 不是很稳妥 即是不断发抄 不断发抄 不断发抄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的经济 不断发展 经济的活动量不断增加 社会界的需要 问题就是 你发得超越经济发展的需要 可能政府拿发抄作为 他的调节经济的工具 政治上的工具 令到发抄和经济发展不一致 尤其是美国 发得超过他的经济发展 打叉港工 立刻提提 其实这次美国 中国的旧市用了6万亿左右 即是他公布的数字 6万亿美金 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之前他和中国之间谈过的贸易协议 都在说大家 其实都是两三千亿的差距 所以6万亿 即是多得不得 应该没有6万亿旧市 他应该说联储局的资产负债表 就增加了规模 有没有6万亿 现在有5、6万亿 有些行有些报告 就计算了他已经有5万亿左右 就投入了市场 而且其实也有一些很有趣的消息 就是说他部分 就一些好像香港那样 就救一些小商户 其实就发的钱 就有一些 譬如只有10多人的公司 都发到2、30万美金 这种情况 其实会不会真的令到 所谓货币市场的一个新秩序的开始 因为你突然间真的多了这么多 所以这次疫情爆发之后 各个QE教肆之后 人们问我对股市、楼市怎么看 我说很难跌得去哪 因为货币增加了这么多 资产价格就自然上升 所以香港的楼价股价 其实就等于跌了 这几天就有很多些砌价的消息 地产 地产什么时候都有砌价 但是你不能够以偏概全 我发觉香港的传媒 你又想骂传媒是吧 是的 他自己看不好的市场 就专选一些砌价来登 我们有个中原城市指数 是统计出来的 就不是选一两间出来的 前一个阶段基本上都是升的 你说我计算错了 差在密尔股价处 那个sample size 更大 他们都连升了两个月 所以不是没有人砌价 而是有人砌价的时候 亦都有人高价成交到 所以拉坏了 根本就没有怎么跌 而且钱一直渗进来的时候 你见到钱真的渗进来吗 你看港币 整天都是7.75% 因为有很多新股上市 所以便吸收了资金 新股上市要有人去认 他才需要港币 现在就是港币的需求大 港币才涨 但是这个会不会留不到实体经济 现在QE是不太留到实体经济 现在就好些 因为譬如美国都派很多失业救济金 香港这次也有派给小商户 也有很多机构发工资 普通人便可以分到份 以前有个说法叫直升机派银子 即是要救市 用直升机去派 普通人都会有机会损到份 普通人损到份 他才会花钱 现在有资产的人 有资产的人 他不能花多少钱 他根本家里什么都有 上一任联储局主席白南克 他研究滞藏 或者通缩的时候的逻辑 现在这样的状况 其实你自己也有写过 在文章里面 看到很多店铺做不住 很担心经济 你觉得政府是否应该 再推多一轮救市的措施 如果限聚令还是实施 晚上吃肆没糖吃 人们就叫他尽量不要出街 零售业 例如旅游业 有些朋友做旅游业 真是上半身的努力 这次大部份偶尽出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不救他 社会又很快出事 你觉得很快出事 美国为何要救 香港没有那么快 香港人有储蓄习惯 即使现在基层 都不会说三几千都没有 美国人真的拿不出两千元 所以他一定要派钱 你这个逻辑 其实我也是觉得 挺值得趁这个机会说一说 因为一般人的所谓的储蓄 可能他真是 够他花一年 或者甚至再长一点 因为他一个人的花费不是那么多 但是政府好像没有说过 一个商业机构运作 其实他的极其量 很多都是只有半年左右的营运资金 半年算好了 很多商业机构 就说左盖、右盖 就是到处都要够急 我们公司叫做好的 我们都叫做留住六个月的 营运经费 你起码有空 但六个月 今年 六个月的意思是 你是计算 即是六个月我吃蛋 我也生存到 叫六个月 六个月的机会开支 即是说如果你说香港的商界来说 如果今次再不快些 再有下一轮的措施 如果以你这六个月去计算的话 其实真的可能 没有了 无以为计 有些酒楼已经收拾了 对 你让他开开 他都开不开 你自己觉得是否应该立刻做事 政府 上次做的那些还未做完 上次那些保就业 那些 应该派到11月 所以他的迫切性没有那么强 不是 但是人心上 如果你早点告诉大家 大家就知道怎么做 我自己看政府想看的 这次疫情是否控制得住 譬如美国控制不住 他立刻公布有第二轮 不可以没有第二轮 那你自己倾向是否应该有第二轮 第二轮要集中力量 照顾那些最需要的那些 但政府很难去判 如果要照顾最需要的 要很久观察 你的钱会慢 第一轮已经是派通街 我都可以 不是我个人 我公司都可以收 你个人都拿了一万 我个人都拿了一万 这些是派通街 但是派通街 没有那么多派 我一直是贊成 要派给有需要的人 所以下一轮不派给我 我觉得很正常 但如果他派给我 我又不会不拿 我年年都交税 我拿的是我交税 这么多年来交税的百分之一 你隆起一句 立刻补回席 好了 和私人谈到此 虽然经济环境不太好 但我们也要乐军面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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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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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